最後一集有些飛起 三號馬是京城精英 全部馬不準備 當第二場賽事 五班1650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中檔位置京城精英華麗寶 外面還有白臂菇華倫天奴 奈蘭是動靈網絡4 快一點點 粉紅衣奈蘭第五位 還有龍德風雲 中間紅眼就是利桃 外面橙色帽的一匹 有北老精英 最後一層馬 奈蘭的確很漂亮 黑色衣服 黃衣、黃帽 在尾四 是發達心聲 尾三鎮起威龍 尾二就是青春得意 暫時電口 就是榮耀之德 過了千賢米斷柱 前面動力網絡大 見到北老精英 在第二位 再後面的第三 也見到龍德風雲奈蘭 京城精英灰馬 第四位 再後面的馬匹 見到華倫天奴 內蘭位置就是利桃 口多小馬匹 先見到華麗寶 外面藍色眼罩 那一匹 再後一點 還有的確很漂亮 鎮氣威龍 鎮氣威龍 鎮氣威龍之後 還有這隻發達心聲 在尾三位置 後一點的馬匹 先見到青春得意 還有這隻 就是榮耀之德 跑到對面直路尾 前面帶頭的馬 還是動力網絡 見到一路佔線 第二位的馬 就是北老精英 再後面的第三 就是這隻京城精英 後面第四開邊 內蘭龍德風雲 外面還有這隻 就是華倫天奴 後一點的馬 中檔有利桃 外面華麗寶 的確很漂亮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 有中檔這隻北老精英 京城精英 一直咬著它 不放追緊 再見到大外擋青春得意 逢馬過馬上來 在中檔位置 還有發達心聲 最後一百米 北老精英佔先 但是發達心聲 中間上來 外面青春得意 接近終點發達心聲 第二名青春得意 第三名 幾隻馬需要拍照相當接近 結果大外擋 魚為上來 很厲害就是這隻青春得意 但是中間發達心聲 這幾步很厲害 撲上來 第三名就是三順馬拍照 發達心聲 又在千鈞萬馬之間 也穿上來 結果刺了這隻青春得意 七踏九 那麼大 臨上的Q飛也很厲害 跑第三 華倫天奴略略高一點 然後應該是京城精英 不過老精英就跑第五 本來直路也有點開心 第二段快了 他也沒有跑錯 對 好,看巡導影片 起步 其實沒甚麼特別慢 但看到青春得意 今天捉住了 在後面 然後那隻的確很漂亮 還是移到尾 那隻榮耀之德 早已收到尾 不知道是否可以追蹤 前面走的人 我們看到這隻動力網絡 其實是很慢的 頭段 說的是接近29秒28秒67 但走走一下 不知道是否因為開門 有些馬 就讓他聽聽 還是那隻馬真的鎖不住 第二段就自己走快了 對 看到他第二段 已經二十三個多 那隻馬有口 一次上來 拍一拍他 然後拍一拍他 不老精英 然後躲一個漂亮位 但躲一下其實也沒辦法 始終是跟快了就跟快了 沒有怎麼跑錯 頭上一、二、三名在哪裡 一隻是尾 一隻是尾四 一隻是尾四 對 第三名在精神精英的後面 有一個很好的遮擋 反而尼圖 現在躲在內藍白帽 深藍袖那隻 大概在第六位 這個位置不頑皮 但他跟那隻很頑皮 直路好像也有點困難 看是否真的完全無法押忽 不過你看到潘頓 又是入直路前已經趴一邊 也好像不是太多 不用心急 這些馬 你看到他就逐步逐步了 已經在打 好,入正直路 看看杜利萊如何捐上來 潘頓在他前面 杜利萊移出去 潘頓是西回來 可能也不想跟那隻華倫天奴 但你看那些轉線 杜利萊真是靈活得 明明隻馬正在出去 不可能還是右邊 但他那隻馬又正式 狀態又很靈活 分段時間 頭段28秒 6-7 第二段23秒 第三段24秒 95 活段24秒 12總時間1分41秒54